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冲玄老师 那这个是新北市 这次电脑教室所安装的Windows 11系统 那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注音输入法不能够选字 来 我来示范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网页上我在打什么 健康的键 基 医 安 四升 这时候方向键往左往下 没有办法换字 哇 这怎么办呢 来 那我们来改一下吧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设定要做修改 首先Windows 11呢 它的开始是摆在中间这里 开始纽点一下 请各位在移到哪里呢 设定的地方点选一下 好 输入法出了问题 那在哪里呢 在左边时间跟语言这里 这时候就看到这里 这时候左边选时间跟语言 右边选语言跟地区 要来做一下修改 好 我们把它点一下吧 点进来以后呢 你就看到一个中文在这里 有看到吗 那点右边的三个点点 点右边这三个点点哦 这时候点进来的时候 再来点选语言选项 首先呢 在注音书法这里呢 好 右边这三个点点 再点一下 我们要修改 微软注音书法 点起来 再点选键盘选项 好 在上面这里的一般 我点哦 那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找到解决的方案是这里 我们方大致来看看 请各位再把它改成使用旧版的微软注音 好 当我把它点选这个 开起来这里按确定 这时候已经启动微软的注音 这时候再点一次给大家看吧 来 我再打一遍 G1按键 这时候方向键往左跟往下 这时候就可以选词了 哦 这个地方我觉得是Windows 11的bug 这边要跟大家来做报告一下 如果你不能选词的时候 那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上面选项的地方 针对这输入法 像我是输入仓节的 如果在电脑教室 应该把各式的输入法再装齐全一点点 所以在做什么呢 好 我们这边点选 点这里 再点选新增 这里 语言地区这里 我再来 新增键盘 我点选什么 微软的仓节 再把微软仓节加进来 还没完 一样点选三个点点 我也试过了哦 微软仓节打完 字不能改了 在键盘的选项这里 一样 可能我觉得这地方 请各位把这个带启动它 这个 使用旧版的 再放大一点哦 使用旧版的微软仓节 我再猜这个是Windows 11 我觉得一个小小的bug 好 还没完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 通常我们网页在输入的时候 预设是中文输入其实不太好 我们建议你可以把英文的输入法加进来 这样我们在输入网页的时候 打在网址才不会一出现 就出现 打英文的预设跟次数是比打中文还多 所以我们建议各位 在你的Windows 11 再新增语言 这边打个English EN 你看我刚刚打不是刻出来吗 又来了 ENG-L-I-S-H 这时候请把美国版的英文输入法加进来 English United States这里 点起来 点这里 再点选下一步做安装 安装以后呢 这边全装起来其实也OK 安装起来 那就让它装吧 那这个不用管它还没完哦 惯用语言的时候呢 注意要把这个英文拖为这六个点点往上拉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输入法的一个设定